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的热情 而且我不知道对别人什么说 我看到中国人对巴基斯坦特别热情 我去了一次九公山 一个陌生人带来一家人 各种食物他带过来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你去发帖 我觉得像我家一样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在国外 我叫Danish 我来自巴基斯坦 2016年3月份来中国 读本科 我读了机械工程 去年毕业了之后 我继续读研究生 我们特别现在学是机器人 做他们的后面的那些programming 来中国是我从小时候有一种梦 我的梦是学汉语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我们国家找不到美国的 德国的那些东西 中国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便宜 而且好用 他们上面会有一些中国字 那个时候我很小 然后我看着那些字 我有一点想法是 会不会有一天我能读这些字 来到中国五年了 你看过很多武汉的up down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 近日 刚开始我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病毒出来了 但是我就知道戴口罩 然后除了120 这些路都空的 什么都没有 武汉人他们这个配合 我觉得很厉害 这边政府说你们不能出门 这边武汉人都回家了 然后觉得从这里就开始就安全了 那个时候 如果你在武汉 你会感觉到一辈子都没见过 那种的Energy在武汉 2月12号 我一个朋友他在武汉 他说你要不要明天 来雷神山医院里面 参加他们的那个诊识 早上5点左右我出发的 到那边6点钟 我们到的时间是最后面了 那边已经病人有了 他们打一些密封胶 它会掉下地下 擦一下那些东西 就是这种的 我看着一个老阿姨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看她找到了一只木板 就他们上面睡觉 那几天在那边下雨 地上全是里巴 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爱人 然后做那种的努力的工作 然后我就想哭的那种的 有一点 武汉已经回来了 武汉的晚上的那些灯光 都已经回来了 而且它比以前更强 我相信 我会觉得更爱了 更喜欢了 我喜欢武汉的食物 我们学校对面有一个小街 它两边都是小吃 而且特别好吃 最有名的每天吃的 基本上每天吃的热根面 好 你跟这个片 那个芝麻酱加多一点 芝麻酱加多一点 芝麻酱加少一点是吧 多一点 多一点 我们从2019年9月份认识的 然后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半了 我觉得美食反正没有什么界限 像以前我总怕 它可能对中国的食物 不是特别的适应 后来我发现有些中国菜 我只要做得好的 它还是非常非常认可 它还是非常非常认可 包括它们国家好吃的 这个饭菜食物 我也觉得很好吃 它在武汉有很多的朋友 我觉得它的朋友 比我在武汉从小长大 认识的还要多 中国的很多城市 他们也去过 去骑摩托车带他们去 因为想要进行魔旅人生吧 这边水很多 湖很多 山很多 很美丽的一个城市 我认识武汉的很多地方 我现在在武汉 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地方 我不用看导航去 我脑袋里面知道我怎么去 它的中文讲得非常的好 在武汉别人都叫他武汉痛 我去武汉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不熟 他都比我还熟一点 朋友们很重要 我觉得 你的学校 你外面的生活 你住在哪儿 那边附近的那些邻居 就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很有家的感觉 我这样是Danish 他们就叫我DAN 老DAN 老DAN 所以我觉得 我是已经变成 武汉的一个人 武汉的一个人民 好 好 好